上一期讲到 马鲁斯之塔被悟空与八号摧毁 紧接着他们回到了小罗利苏诺的家 餐桌上八号拿出了二型龙珠 之所以一直戴在身上没有交出去 是因为他知道 怀特在找到龙珠后 就会杀光村子里的村民 这让村长十分的感动 由于他只有自己和老伴 于是他盛情地邀请悟空与八号 去他的家里一起生活 悟空是不行的 他还要去找爷爷的四型龙珠 而八号虽然十分激动 且十分愿意 可是他有自己的顾虑 就是体内的那枚炸弹 他不想连累村长 村长却说不要放弃 村子里有个科学家 可以去找他帮忙 小苏诺自高奋勇地要去带路 平时他也常去博士家里玩 就这样众人商议明早出发 在出发前悟空收拾行李 两颗龙珠如一棒 以及龙珠雷达 结果他发现雷达损坏 刚好可以去博士家里 看看能不能修复 路上逗逼忍者出现 他是昨天马洛斯塔唯一的生还者 他紧随悟空三人身后 想要伺机干掉他们 可是这个不合格的忍者 隐身时被悟空尿了一身 追踪时掉进冰窟窿 差点被淹死 穿上熊皮套时滑下山坡 差点被摔死 真是个倒霉的家伙 到了博士的家里后 博士将三人迎进屋 悟空众人说明来意 但同时大难不死的倒霉忍者 也进了屋子 没想到这个人造人八号 竟然是博士制造出来的 忍者此来的目的 就是逼迫忍者将悟空身上的 龙珠抢过来 在博士犹豫时 小苏诺出现 被忍者挟持为人质 无奈的博士只能照做 偷来了悟空的包裹 悟空在后是拼命的追赶 随后一记气功波 引发雪崩 而悟空之所以对包裹那么的执着 因为那是他今天的口粮 龙珠被他放在了苏诺家里 没有带出来 小插曲后 博士满头大汗的拆除了炸弹 悟空随后将他丢了出去 康豪落到了倒霉忍者的脸上 让他真正的下线 众人在与博士分别时 博士拿出雷达表示 自己也修不好 看来还是要回去找布马才行 多说一句啊 就是这一期是原创 动画组设计的这个博士 与后期剧情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这原创嘛 看看就好 别较真 第二天 悟空准备出发去西都找布马 在村中老人的提醒下才知道 金斗云是不会被打散的 重新叫出来后 悟空十分的高兴 自己的伙伴没有消失 这有了交通工具 悟空再次踏上旅程 在另一头 红端带军团的雷达上显示 两颗龙珠在快速的移动 而此时 悟空来到了整部龙珠作品里 最大的都市 西都 简直就是土豹子进城的悟空 在这里显得是格格不入 由于误上了出租车 他认为 问路需要钱 没钱的他 发现了一群人围观的街边擂台 这位长相酷似 李小龙的拳击手 接受着重人的挑战 获胜者 可以得到十万元 悟空作为天下第一舞蹈会的亚军 分分钟解决掉了他 赢得了奖金 可是 悟空不知道 财不外露 那一轮钞票就那么的拿在手里 这引起了街巷里小混混的注意 两个家伙想要打劫悟空 反而 被悟空给收拾 也因此悟空才知道 找人的话 要去找警员 路上 悟空将手里的钱 全部送给了帮自己指路的女孩后 找到了路边的警员 询问起布马家在哪里 由于悟空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警员只能通过姓名查询 布马有三个 当得知是第二个后 他是大吃一惊 这位可是万能胶囊企业的大小姐 再三确定后 他带着悟空来到了布马的家门口 刚巧布马逃课回家 见到悟空十分高兴 不得不说 布马的家里是真的大 里面满是布马爸爸捡来的各种的流浪的猫狗 以及恐龙 警员之所以跟进来 是想请布马帮忙修整一下他的小摩托 在与布马的爸爸寒暄后 布马带着悟空上楼 这里 布马的爸爸有些搞笑 竟然问耳人有没有接吻 楼上 布马一会就修好了雷达 但也嫌弃悟空这么久才找到了两颗 实在是太慢了 他提出要和悟空一起去找 可是悟空嫌弃他实在是爱手爱脚 最重要的是 布马不是好孩子 他做不上金斗云 这句话惹恼了布马 但他也知道对这小子没辙 随即拿出了自己的新发明 缩小手环 这是他为了感受金斗云而特地做的 可是刚刚变小的他 就被自己的亲妈踩在脚下 我严重怀疑啊 布马妈妈这里就是故意的 因为对于布马登门的12岁朋友 送上来的不是果汁 而是酒精 悟空问起了雅木茶与乌龙时 布马妈妈说 他们正在冷战 悟空很好奇 冷战是什么 然后突然就穿插了 红缎带军团的一小段剧情 总部已经知道 两颗龙珠是被这个小子抢走的 他手里还有个十分精准的雷达 现如今他仍旧在西都 刚好天才猎人赫斯奇也在那边 这位天才猎人的长相 与黄发蓝奇是十分的相像 之前打劫悟空的那两个小混混 刚巧就是他的小弟 布马家里 悟空在好奇什么是冷战时 楼下传来了阵阵的喧哗 竟然是一群妹子 雅木茶实在是太着妹子喜欢了 这惹得布马十分的不满 对于女儿的种种 他的父母也只能用一句反抗期来自我安慰 他听到了乌龙帕阿鲁说自己刁蛮任性 能看得出雅木茶还是很喜欢布马的 可是他的言语附和也激怒了布马 直接现身的布马让这三人十分的尴尬 毕竟背后说人坏话还被当事人打个正着 火大的布马拉着悟空要去空中乐园 雅木茶乌龙在后跟随 而他们的谈话被赫斯奇几人听个正着 在乐园门口检票时让大家见识到了赫斯奇神偷的水准 进入乐园后 悟空他到底是个小孩子 与乌龙普阿鲁玩得十分的开心 期间赫斯奇试了下悟空的身手 那个小鬼很警觉 看来这次要动动脑子 在悟空疯玩时 布马与雅木茶的冷战还在继续 布马气闹雅木茶不主动道歉 独自离开 在悟空回来与乌龙争夺冰激凌时 他们几人听见了有人求救 过去后来了个英雄救美 只不过这个美女是赫斯奇 这副打扮的他很合无龙的胃口 但悟空的关注点则是对方脸上的那枚质 接下来就是赫斯奇的表演了 他为了答谢众人 决定免费为大家算一挂 首先自然是悟空 他说出了悟空前段时间北方的经历后 悟空就十分的吃惊 在赫斯奇一本正经的说 你身上有两颗圆圆的珠子后 更是佩服不已 本来按照赫斯奇的原计划 在悟空展示龙珠时 给小弟使眼色关灯 他则瞬间将它们调包 哪知道 首先出问题的是悟空 他所谓的展示的珠子 是他的两个蛋蛋 这出其不意的举动 直接打乱了赫斯奇的计划 以至于悟空拿出龙珠后 两个小弟没能及时观察 反而弄出响动 被悟空察觉 悟空将龙珠交由雅木茶保管后 他和乌龙普阿罗就追了过去 对于这个纯情的男人 赫斯奇实施色优术将雅木茶迷得是神魂颠倒 这时外边的布马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开始寻找悟空众人 恰好听到了雅木茶的算是惨叫吧 战捕屋里 雅木茶无意中发现了被绑起来的真正的战捕师 在与赫斯奇战斗扭打时 被赶来的布马看到了让人十分误会的场景 这一刻爆发了小宇宙的布马 跳进屋子狙击箱子砸向雅木茶 也让赫斯奇毫不费力地拿到龙珠 可是这个赫斯奇很歹毒 他竟然在这里安装了炸弹 在定时六分钟后 他带着龙珠逃跑 雅木茶对赶回来的悟空说明情况 悟空长坐金头云追了出去 期间赫斯奇由于只顾的开枪射击不堪路撞上大厦 也让悟空在最后一刻抢到遥控器 并再次夺回龙珠 但是在几人回到布马家后 对于刚刚游乐园里的危险 毫不知情的布马 给了雅木茶一记大大的耳光 他要再去寻找龙珠 许愿要找到一个比雅木茶更好的男人 就这样布马与悟空 再一次踏上了寻找龙珠的旅途 好了我是马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